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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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啊 夏先生是个文人 手还能这么强 来 翻一下 二位 吉田教授 你看看这个 夏拱达四场枪支被我们搜查出来的 夏先生 这支手枪是从你的轿车里搜出来的 你不默什么 当然 朋友送我的一直摆在车里 朋友 什么朋友 黄七爷 那你 黄七爷 是 他送我这支枪让我护身 我一直没有派上用场 所以就摆在车里呢 夏先生 这是支好枪啊 在全上海 这种枪也没有几支 你知道吗 我对枪没研究 吉田教授 我们对上海的枪支管理的是很严格的 有条例 而夏先生违反了条例 如果你不记的话 我带夏先生去一趟宪兵队 核实一些情况 这是你们的公务 夏先生 为了继续延续我们之间的友谊 很希望你能配合一下 小野先生已经是第二次请我去宪兵队了 请吧 请 小野先生 难道惠子 真是那个北平过来的纳如燕 这个纳如燕的胆子可真大啊 他竟敢住在我的眼皮底下 他住进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东西会藏在这个院子里吗 夏公达前来打探是想取走东西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东西会藏在那里吗 那东西会藏在你的院子吗 那东西会藏在那里吗 杰天局你怎么了 那么慌慌张张的 告诉我 惠子送你的那件玉佩呢 他拿走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小野一直在抓他 为什么要抓他 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了 赶快收拾东西 今天晚上就回东京 那惠子会不会有事 别管这么多了 赶快收拾东西 我们是黄道会七爷的手下 你们林科长在吗 在呢 这不是我们唐队长吗 废什么话 赶紧去给你们林科长打电话 是 科长 出什么事了 你看 这事在哪发生的 在外国人墓地 外国人的墓地 是长包路那个墓地吗 我们听到枪声 就立马赶了过去 还有没有活着的人 没有发现 科长 科长 没事问你 您鼻子 把他抬下来 抬下来 是 林科长 旁队长临死之前 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什么格格 格格 那个该死的格格 他出现在长帮路 他出现在长帮路 在长帮路附近 出现了个阿燕 在外国人的墓地 又出现了个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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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那件宝贝 真的不在建案思路 在长帮路 而在长帮路 大人 过来 我叫你过来了 请你也没有 没有 干吗 我问你 天空手里那家国宝在哪儿呢 什么国宝啊 我不知道 你别跟我装 你们干的一些构档 我全知道了 我们干什么了 你说你干什么了 跟日本人争夺国宝 窝藏共产党 那商人我都看见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你就去告发我们呀 把我抓起来 去邀功请赏 但是我实话告诉你 那个国宝在哪儿 我根本就不知道 听都没听说过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吧 到时候再把你关进行动科 你可别怪我不管你 随你的便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我告诉你们 你们再这么下去 命就没了 你听见没有 没有 天空 你怎么能打你的七妹妹呢 你让他打 你打呀 你打死我 我还是那句话 不知道 别锁屋里别人出来 我们根据您提供的思路 在阿燕家附近 找到了陈氏兄弟的尸体 陈氏兄弟的尸体 你确定吗 能确定就是陈氏兄弟 这俩兄弟啊 终于可以休息了 你们现在立刻赶往 尽安斯路 除了那两个狙击手 把所有潜伏人员 全部调去长帮路 打印两张通缉令 一张是阿燕 另一张 陆天红 是 就江一峰来我这儿 是 走 嘉先生 刚刚参观了我们宪兵队的审讯室 现在又参观了刑讯室 嘉先生 不知 有何感受啊 震惊 的确让人震惊啊 这就是一座 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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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先生 这是战争中 不可缺少的手段啊 道德国相 黄契也已经到了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啊 熊哥 熊哥 什么事 林科长请你马上回去 他带人在你办公室等你呢 林科长叫我回去 我就得回去啊 我要是不去我 那兄弟就难办了 好 不难为你 去 熊哥 天皇和晓风在吗 不是叫我去吗 打听他们干什么 是我告诉你吧 老二有重大嫌疑 已经被通缉了 现在 黎明在外边已经铺着好了枪手 抓捕他活的 他就 够狠哪 他早上人出去了 我没见到人 那你妹呢 怎么又问他呀 他最好不在 什么意思 他在呢 就在楼上 那就麻烦了 你妹命令我 把他也带去 干嘛 他就是央育小妹 做诱饵 把洛天虹引出来 哼 这女人疯了 熊哥 那怎么办 你可想想办法 怎么想 箱手都埋伏在门口嘛 我能有什么办法 好 mountains 白山 让总 '. 好 真是 魔灵 zero 海 investment 湊 american 咱們等於就是不打自招 那老二的命就肯定保不住了 對對對對 那怎麼辦 你讓我靜一靜 我得想個招出來 小楓 小楓 哥來給你道個歉 剛才不該打你 哥錯了 原諒哥好嗎 小楓 你轉過來 我跟你說幾句話 什麼事 你沒的人就在樓下 你得跟我去的 你是想帶我去邀功情賞 好 我跟你去 我知道你幾問答案 確實 很多事情 打個想錯 也做錯 但現在毀之萬一 我現在唯一能做的 是保住咱們這個家 你要想讓你二哥活著 你就得按我的話去做 你要我幹什麼 你去告訴林美 這一切都是誤會 郭寶確實在天空手裡 是他通過他幾個共產黨的朋友 得到的 他是鬼迷心腔的 想把這東西賣到國外 掙一筆大錢 而且他還答應你 送你到國外讀書 過好日子 你這樣才糊塗糊塗地 答應了他 懂嗎 你別說了 不可能 我二哥在我心中是個英雄 他不可能做這些窩蠢的事 傻妹妹 你現在是逞英雄的時候嗎 我實話告訴你 你二哥現在是通緝犯 咱們必須寫副科的文 把這坎過去 你明白嗎 過了這道坎 你就可以瀟瀟灑灑地 當你的副科長了 你以為你可願意過這種 刀尖上填寫 我今天沒明天的日子嗎 我實話告訴你 我早就想好了 等這事兒過去 咱們就趕緊離開這石堆之地 回送中老家 太太平平地過我日子 我還做你們的好大能 你會滿足於那種太平的日子嗎 小梅 你一定要幸的這一回 我會去你二哥 把你破鍋包交給日本人 這年頭什麼都為命之前 你懂嗎 這樣 我才能保住你二哥的命 保住你的命 保證咱們全家都平平安安的 你知道嗎 好 我跟你去 好 好 妹妹 你一定聽我的話 一定要按我說的話 跟林梅說 懂了嗎 我知道了 那就好 小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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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要上哪兒去啊 美媽你別擔心 要是見著我二哥 讓他見婉別來找了 你不能跟你大哥走的 沒事的 放心吧 沒問題 我看下 離得的時候 你比較快 還要拍我 你要去拍我 奧 來 就倒極了 你最要拍那張 你的影響 你哪兒 你是否 我看見我 是哪兒 你最要拍我 都不會給你 那哪记得住啊 这 等等 好像那后四位数是 一二一三 对 我们家天卖的生日是 十二月十三号 没错 一二一三 没错 正是这把枪 这是我们在夏先生的车里 搜出来的 还有什么事呢 小野先生 这是我送给夏先生防身用的 看来 手枪的事情 我们是误会了 不过 还有一件事情 河野先生家的家眷 和大东亚省派下的官员 今天晚上就到了 王企 你要暂时待在这里 不知夏先生 是否有兴趣奉陪啊 好 那我就陪着齐也 很好 等等 这 怎么个意思啊 怎么个意思 何爷先生的死 你难逃其咎 不要忘了 他手下的保镖 可都是你的人 这话 这话怎么说的呢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小野先生 这事要软禁我啊 少假逗留 事情弄清楚以后 你 就自由了 荒唐嘛 一群蠢猪嘛 你说什么 别激动 小野军 他只是顺口说一句 你别在意 辱骂黄军很不好 再辱骂黄军 想必的明白 看好他们 不能有任何差错 是 大总部下 会不会 是我们误会了夏先生呢 这位 大人 这位 大人 他 他 他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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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虹口区配钥匙的人 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抓的人 可乔本先生已经证实了 那两个配钥匙的人 是我们日本国的乔民 为日本话的人 我一定都是日本人 一切都很顺利 组织上会很快 按外部队来协助我们 好 这次啊 我们不仅要把那件宝物取出来 还要把那批文物一起夺回来 没错 咱们需要分工明确 不能有任何疏漏 那万一日本人 马上就要运走了呢 应该不会 日本人应该在等 那件宋代瓷器 他们只有拿到那件 价值连城的瓷器 才有可能把整批文物运走 他们没有拿到那件瓷器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天红说得对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把属于我们的东西夺回来 天红哥 你看 从这儿直接到霞飞路 就可以抖过大溪路的黄道会 直接到青浦县 但是路程远了一些 如果直接从大溪路穿过去呢 当然可以 但得穿日本人的军服 只要能顺利穿过大溪路 再往前走 估计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这样就能走鸡城路 直接到青浦县 就可以顺利出城了 不知道林梅的人 现在是不是已经从金安寺路 调到了长帮路 还有两名狙击手 是否在甲198号伏击 这都是咱们行动当中存在的隐患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再去一趟长帮路 这样吧 我化妆去 我去看看她的人爱在不在 如果撤离了 咱们迅速地进入金安寺路 那那小姐会安全吗 吉田不会对她动手吧 难得你还会关心我 我是好意 你什么意思啊 我要是死了 你不就少了一个对手 天红哥就可以光明正大地 用八台带照把你抬进路架 你喜欢她 你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喜欢她 你放心吧 没人会跟你抢 不喜欢 不喜欢 不喜欢你大白天的还龙龙豹豹 不害臊 你简直就是不可驴嘛 够了 都火烧眉毛了 什么时候你们还对掐呢 不知道你们自己还有任务吗 坐下 坐下 各自重复一下自己的任务 回到金安寺路 甲一百九十八号 稳住吉田 十二点把窗打开 我和冰侠去送她 对了 天红 我担心你的家人 会不会受到牵连呢 是啊 我也担心呢 我应该提前告诉小凤 让她转移 如果咱们的行动暴露了 很有可能她会受到牵连 你还是回去看一眼吧 没事 我会安排的 来 科长 陆天学科的妹妹到了 把她们给我带进来 是 等电话 好大的阵势啊 见你一面那么难 这个欢迎仪式还不搞得隆重点啊 单独聊聊吧 你们先出去 是 你们说说 刚刚李科长说的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听说啊 可能是通共的 这小女子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样通共就麻烦了 那可不是 是 小妹 客套的话我就不说了 开场白也免了 我就一个要求 我要听实话 小妹 把你知道了 原原本本的都告诉她 等下咱们回家 嗯 我二哥 是鬼迷心窍了 昔野 别想这么多了 天麦这个院子 您不都已经让出来了吗 河野先生的死 和你没关系 我现在是 有口难辩呢 我那名手下跑了 河野 又死在了天麦住过的院子里 我又给了你那把手枪 这么多事搁一块 我怎么说得清楚 日本人想抓谁就抓谁 你跟他们关系这么好 你到头来还是不是 把你弄进来 我给他们卖了那么多年的命 今天抓这个 明天抓那个 没想到到头来 我自个儿倒成了他们的囚犯了 事情就是这样 我说完了 天雄啊 故事编得真圆 不过我可以信你 但是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那个国宝 那才是我最想要的东西 三天之内 我把他交到你手里 让我有个条件 你说 帮我们全家走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科莫就是政治 而你是一个最没有政治头脑的人 政治要的是什么 是结果 不是过程 我判断的 这一切都可以烟消云散 那好 咱俩就这么说定 小妹 咱们回家 等等 我還沒有談我的條件呢 你說 看來你還是沒有聽懂我的話 如果國寶找到了 案子就結了 案子一結 你可以把你的弟弟妹妹送到國外去 接下來的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獎賞 獎金是多少我們先不說 可是我科長的位置一定是你的 我不要 你肯定會要 為什麼 因為 你就會得到一份額外的禮物 我 在櫻花開的時候 我們去日本結婚 我想在櫻花樹下 做你的新娘 都美好的生活呀 曾經都那麼盼望 哥 我們回家 好 我們回家 你知道一個女人向一個男人主動表白 她需要鼓足多大的勇氣嗎 哥回家 我覺得這樣的女人是可愛的 如果我是男人 我會擁抱她 哥 哥回家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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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結不了婚 你知道她是誰嗎 她跟共產黨是一伙的 她在家裡 窩藏共產黨的傷員 就藏在我父親的林州下面 你胡說什麼 我沒胡說 我說的都是真的 我二哥鬼迷心窍 都是受她的指使 她把我們全家人都騙了 告訴我 少元在哪兒 早就被她放走了 他會說 我根本就沒見過什麼傷人 你告訴她你是鞭的 你告訴她這些晚上給你鞭出來的 我沒想到 強給我殺掉你 你聽我的話 你聽話 我們一直懷疑有內鬼 是吧 原來是你陸天雄 好 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 陳氏兄弟被殺了 是你幹的吧 阿燕是你的同伙吧 還有那個日本女人 惠子 正是那個格格納如焉 你說得沒錯 我就是那個內鬼 一切都是我精心策劃的 傷員是我放的 國寶也在我手裡 放了我弟弟妹妹 國寶歸你 大哥 俠兄弟妹 跟鞭個人二哥 走得越遠越好 你再也別回來了 我明白了哥 我明白了 你發生了 就带他走 带他走 哥 哥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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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好一场生离死别的好戏啊 这种小儿科的把戏 能瞒得住我林梅的眼睛 陆天雄 你是共产党吗 你别想自己全扛下来 你要救你的弟弟和妹妹 好 你说国宝在你那儿 拿来 否则我打死你妹妹 你敢 你个坏女人 小范 tipo 你每天都可以 有点 有点 他疯了 把他送回去 小放 洪儿 你快回来了 不好了 怎么了 别着急 你慢慢说 李大哥 把小放带走了 什么 带哪儿去了 我 我不知道 他 他 司机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小枫可能有危险 我去找他去 小枫呢 海曼 你先回房间去 我有话给天空说 你先回去吧 好 小枫呢 小枫呢 说话呀 你说句话行不行 小枫死了 被林伟一枪打死了 你再说一句 你再说一句 是你把他带走的 是 你亲眼看见他被打死 是 你混蛋 你亲眼看见他被打死 你打死了吗 你打死了吗 你要不是我哥 我就一枪打死你 别说这个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 我就解脱了 从今天开始 没你这个哥 那又不再是兄弟了 你的父母 你打死我 要是我的父母 你打死我 他太可恶死我 你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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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不让你打死我 不是 那儿我看我 是 还你打死我 我明白了 这是你给我设的圈套 老二 走的路是对的 从头到尾错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我 我总想着保护咱们这个家 总想着家只要平平安安 别的事跟我都没关系 可我没想到 最后弄了个家破人亡 我现在明白了 什么叫家国天下 天下都没了 国就亡了 国亡了 还能保住家吗 你终于明白了 可我明白完了 快走吧 再耽误就来不及了 从后面走 我去到前面把他们以为了 大哥 哥 谢谢你还能管我脚身打枉 老二 以后我不管你了 你自己保住 就出来吧 陆天宏被抓住了 我们去找这个位置 那我们去找这个位置 找这个位置 找这个位置 找出来 那就要了 快走 二公子 你快走 你放开我 二公子 你放开我 二公子 前面全身灵敏的枪手 你现在去了 就等于送死了 你放开我 这让我大哥 我不能不管 二公子 大哥说了 让我一定要保住你 你就听我的吧 放开我 二公子 把路让开 你要非得去的话 你就把我打死吧 你是条汉子 你就会留在这儿 熊哥也是我大哥 你现在去了 熊哥不就白死了 二公子 你还有好多大事要去做 陆伯父 陆伯父 你还要好多大事要去做 小缝 大哥的仇恨等着你去报呢 但是现在你必须走 我求求你了 二公子 他们已经知道了 惠子的真实身份 李梅他们 在下空打架 发现一张他和夏先生的合影 现在鲜民队 和行动科已经设下了陷阱 就等你们落网了 明白了 谢谢你 你能帮我个忙吗 你说 晚上八点钟 你把车开到 金安寺美部咖啡馆旁边的巷子口 把车又加满 可以吗 没问题 二公子 雪红的事 让我铁了心地投靠你们 晚上八点 我会准时把车停到哪儿了 谢谢 我平时说话太冲 听说话 你至今 头发现了 你看 你不想 你不敢 女儿 平时打打杀杀惯了 身上缺少的就是女人嘛 所以啊 我决定退出跟你们竞争 那不行 这样会显得我太小气了 而且对你也不公平 行了 别说这些无聊的话了 开心办正事了 你可得答应我 不许退出啊 好 我答应你 还有什么呢 赶快行动吧 加油 嗯 走吧 那如烟呢 你不是刚让我们把她送进去吗 她刚进去啊 坏了 她的身份暴露了 现在到处在抓她呢 已经吧 她进去了 那我们就强行夺取宝物 救出那小姐 不要冒失 那怎么办 进去晚了 她不就完了吗 吉田的目的 是要找她那件宝物 不是要抓那如烟 她肯定不会用简单的方式 对待那如烟 她一定会向那如烟药 藏匿保护的地点 要下当务之急 咱们要想个万全之策 昨腾计 这个夏公达确实狡猾 看来她没有和我说实话 大总阁下说得没错 我们确实低估了她 也许她知道保护的价格 对 夏公达这个人不好对付 不过还是要从她这里得到 我们想要的东西 是 明白 传我的命令 搜查下架 哪怕一个疑点也不能放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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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是不死人的 现在 以前的 Peti 是 外国 是 现在 这家人 我不管